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我们发来了她们想要倾诉的故事和求姐问题想要听众姐姐的看法 这里有15个新封 请姐姐们各自打开进行回答 我们有要求就卡上一定要念吗 为什么要给你看 一会再给你 别跑 完全没赞 我在看哪有哪个想回答 不是都要回答的吗 没有说游戏规则 不是我最后给你补的时间 我说游戏 游戏 急了 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胖女孩 真的就是吸收好 益胖体质 后来长大后的男朋友也因为我胖和我分手了 感觉胖就是懒惰 贪吃丑陋 缺乏自律 缺乏意志力 放纵自我的表现 让我真的很崩溃 难道胖子要遭受歧视吗 我觉得这个男生如果是因为一些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就不用再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男生们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这个男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是被社会暗示的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整个审美的趋势 是需要大家进行思考了 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的叫漂亮 我觉得为了美 女人在不断地要求自己改变自己身体 改变自己的脸 这个我就非常能理解 但我觉得其实改变自己的前提 我觉得首先要接受自己 希望女孩子能接受自己爱自己多一些 其实你在很多地方也能看到 并不是主流身为中的那种美女 但是她们也非常自信非常健康 受到大家的喜欢 你再好看你也不可能欣赏所有人都喜欢你 所以你做好你自己 让你自己开心 自然会有人喜欢你的人 欣赏你人在你的生活中 反正我觉得这个要看那个女孩自己本身 如果她胖已经影响到她的 比如说呼吸 心脏 影响到她身体 她是需要稍稍克制一下 其实就是两点 第一 健康 健康最重要 如果你的胖不影响你的健康 没问题 对 第二 自信你自己是否能够接受 你自己觉得我这样也挺好 我挺自信的 对吧 我觉得就OK了 你自己喜欢很好了 但是如果说你不能接受自己照镜的时候 然后是胖的 穿不进S码的衣服 那你就去减肥 就比如说我 我现在就已经放弃自己的这种阶段 我是微胖型 你看我穿的衣服 我永远都不会露肩 不会露胳膊 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永远都捡不下去的肉 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那好 那我就放弃 你就不穿那样的衣服 对 我选择快乐 我会吃 尤其不工作我就吃很多 你看我这身材我也就是那种理型的身材 就是比如说我真的就是胯宽 然后都胖 但我就会用衣服遮盖起来 只把最瘦的地方留在外边 胖没事得会穿的 真的 就学会遮肉 女孩子你要学会遮肉 没有必要做到那么骨瘦如柴 不是所有男生都喜欢瘦的 对 你去找一个喜欢胖的 对 最简单解决这个办法挺好 说实话 我觉得已经存在的东西 如果经过你的努力 也依然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 我们就接受 我们可以让其他的部分更多 对 老天给你关上一扇门 肯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就比如说咱俩不说胖的问题 咱俩说矮的问题 对吧 这个是没法改变的 其实对个矮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对 为什么一定要个高呢 为什么一定个高好看呢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同样都是问题 个矮不是我不错 对 就是如果我要是1米7几 我可能不会打鼓 就是可能会觉得那腿特碍事 或者是四肢 就特别的变手变脚的 但是你比如说滑板啊滑雪啊 然后或者是做一些运动的时候 你可能矮个子会非常吃香 像我们个儿高的还不好搭戏呢 男演员说不行太高了 8万 扒着脚 你看蓝星给埋一坑里面 真的吗 真的8万 哇 整天8万 一般不都占苹果香吗 这有的时候要占 他碰的男演员也有高的也有矮的都有 这种事情有利有弊 就是高的看上去有结构 稍微矮一点吧 线条会没有那么明显 并且很容易堆肉 就是很容易长一点肉就比较能看出来 所以各有利比 但是矮一点的其实更协调更灵活 蓝星说我怎么就不协调了呢 肿心低吗 反正就是他肯定是有优势的 就是只要你找到自己这个优势就好了 结婚4年 刚有了孩子 却突然发现老公出轨了 咋办 离 那还用说吗 继续吧 听 没了 问你怎么办 遇到这样我就赶紧走 赶紧逃就行了 而且还有个现象 其实是我觉得有点奇怪的 就是说有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 去现场发现他的老公跟别的女人 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所有女人的反应是去攻击这个女孩子 这个实实我不是很理解的 因为我觉得这事 这是女孩自搞的事 我觉得你只有指责你的老公 你为什么要去攻击一个你不认识的女孩呢 她即便做错 但是她的事情啊 你有什么权利去人身攻击她呢 我觉得你应该指责的是 你曾经对你有承诺的人 即便这个事情发生了 让你很难过 也不要过激的这种行为 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会让所有人都很难看 包括你自己 是 可以跟理智一点的处理 我认为其实在一段婚姻生活 或者是爱情之中 还有很多的事情 其实是比出轨这事还要重要 对 而我们没有去谈论到这个话题 没错 比如说彼此的尊重 大部分人都没有做到 为什么大家从来对这事 好像可以真一点病人 也可以说你不得到这样的尊重 还有很多问题 就是情侣之间 或者是恋人之间 或者是夫妻之间 非常重要的相处 我们都做得不太好 彼此之间其实都需要去进步 去磨合的东西 来自湖南长沙的吴丹 我是一个相对于陌生人 比较内向的人 在学校和同学朋友相处得很好 但是出了社会工作以后发现 可能是不同的教育背景 和生活方式 和现在的同事们 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聊不了几句就 就啥 射死 什么叫射死 射恐 射恐 很多人会为了和别人打好关系 哪怕没有共同话题 也要故意迎合 但是这样总让我很别扭 所以说 在当今社会不合群需要改吗 我跟他还是有点像 我觉得 我也有一点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 人踏入社会 其实就是一个和大家相处的整个过程 需不需要改看个人 如果说你改变让你很痛苦 我觉得也可以不必要 我觉得每个人可以自己舒服的状态生活 没有必要刻意地改变自己什么 但是你说还有一个问题 他不改 他就一直在纠结 他也很难受 那他还不如就改 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迎合的 对 那他觉得有这种困扰 肯定是觉得还是需要迎合的 他的工作性质 如果他是真的需要那种团体的 如果大家共同合作的话 他需要改变 不是 他是这样 他性格问题 你要让他升改 我觉得挺痛苦的 估计也改不了什么 我觉得他有这种困扰 是因为他比较迷茫 他刚毕业 对 他还不知道自己怎么着呢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往哪去 我要往哪去 对 我那会上班就是找那种写字楼的工作 然后一进电梯我就特别紧张 然后我就想我在干嘛 我为什么要在这儿 就是我这跟有什么关系 就也是他这种感觉 刚毕业对于这个社会 可能还是一个未知的 你还在一个不适应的阶段 对 也许时间会改变你 对 我觉得你也可以试图的去 去做一些你可能平时 你曾经没有做过的 你要接受所有人的不一样 这也是有趣的一个 一件事情 我说我也有社恐其实 我也有 我见到徐东东我就社恐 不可能 我也是见到你社恐 对 队长来吧 来自浙江省的蛋黄 孩子上幼儿园的那几年 因为要照顾孩子 我坚持在原单位工作 因为离家近 后来孩子大了 我也准备自己奔事业 我本来找到了一份更符合自己预期的工作 但是离家远 工作忙 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放弃这份工作 人家说什么平衡事业跟家庭的事 就是平衡 它其实我觉得它是一流动的 比如说是找人看 还是找托管班 或者是怎么样 它总会有一个平衡的 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夜里十二点还在签售 但是我姑娘就一直等着我 然后她的意识就是让我取消一切的工作 为了能去幼儿园接她 那我就先把她哄着了 然后我再回我自己家再收拾行李 就一切都弄完已经五点多了 啥平衡 就自己累点 对 就是累点 少睡点觉 自己累点就平衡了 花了更多的时间精力 对 你先来 和女朋友交往一年半 她非常爱下厨 做饭好吃 前几天带她回父母家 想让她录一首 结果她直接回绝 说自己不会 我非常感大 这件事情反应这么大 难道我真的有这么大错吗 我觉得她女朋友不做事 也怕就是我这过了门以后 今天让我做饭 你还猜测人要咋想 猜测人女朋友是咋想的 对啊 她想让她在她家做饭 她提前应该要跟她女朋友 是 沟通一下 是的 要沟通一下 那就是她没沟通好的 没沟通好 她是会做饭的 她没有义务要做饭 对 没有义务说 我就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是 但是如果两个人 真因为一个做饭的事 能炒成这样 我觉得你们可以重新 思考一下 你们自己的未来 对啊 因为以后 在一起这么多事 对啊 其实要尊重彼此的不同 就是说我不同 但我跟你在一起 还挺舒服的 这样的感觉就很好 但是一定要让对方 跟自己想法一样 让对方去改变什么 就会很累 所以可以先建立在尊重的程度上 然后再考虑考虑 来自上海的文文 男朋友是单亲家庭 年龄不大时 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一直供着她 在美国读书 她母亲对我比较满意 但是有一点啊 就是结婚后 一定要跟她母亲 在一起生活 我对这一点不能接受 感觉以后生活 没有一点自由了 和男朋友说她也很为难 她母亲一个人生活 让她不放心 怎么拒绝婚后 和婆婆一起住的要求啊 我们没有办法去替她 找到一个答案 只是说她的这个担心 我们非常理解 有可能出现很多问题 同时也可能 会增加非常多方便 因为有个妈啦 或者是有个婆婆 长辈来到家 你有很多事情 她也是会照顾到你的 这是要双刃间 就看这段三个人的生活 给到这个女孩子的是 就哪个感觉她好一点 还有就是说 要把婆婆处成姐妹 就是跟她真的是能那种 对对对 一起逛街啊 一起出去吃饭啊 有共同女言啊 这样也比较好 这是一个办法 我觉得 就是一个三方互相理解的问题 三个人都做出一步 其实就不适合 但是我觉得她男朋友 是单亲家庭 我觉得她和她妈一个人 也挺可怜的 我觉得还是要去理解吧 或者是找一个逾中的点 比如说你们住在这边对门 让她妈住 既有这种私人的空间 又可以照顾她妈 不挺好吗 又近 又有自己的空间 这个方法特别好 我本来之前跟我前任男友 就是想她妈妈住这儿 我们租到旁边的房子 那最后呢 最后分手了吗 就是因为婚姻观念的问题 有什么问题 对 什么问题 我们不想看这个问题了 我现在只想知道你的问题 打算让我们复合吗 我们帮你复合 怎么还喝着奶了呢 她是一个不太去对这个婚姻 不太想结婚的人 也不是 她也向我求婚了 那就是你的问题 我俩工作都太忙了 然后就是婚礼的这个节奏 相互之间就有误会了 就既然这个节奏这么的没有缘分的话 是不是彼此思考思考 相互就是各自先忙各自的 那就是分对了 但是我还是依然觉得她是很好的人 读我这个吧 你觉得这个 来自江苏的呱呱 有个问题我很困惑 我不知道在一段恋情里面 自我的感受更重要 还是体会对方情绪更重要 求解惑 这都很重要 假设我工作去外道了 然后她在家说等我吃饭 她做好饭了以后 我就一直没回来 就是因为工作一直忙 然后她就一天都没吃 的这种情况 会不会让你们觉得 就是自己也是有压力的 我没有 我觉得很感动 我很感动 完全没必要 我觉得这是我妈干的事 没必要在男朋友身上 再重复发生同样的故事 但我就喜欢 你喜欢 就每个人气球不一样 你就会觉得很感动 我就很浪漫 就很感动 我完全毫不感觉 你看每个人感觉有气球 她们都是小姑娘 我觉得她们俩是真的小姑娘 是吧 我个人觉得 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 你是痛苦的 你是不愿意的 那么我觉得这件事 是毫无意义的 任何事情 我觉得你的动机 你的出发点 还是你自己喜欢 对 因为只有在你自己喜欢 和你愿意的前提下 你才没有觉得这件事 你是付出的 所以我觉得你一切的事 哪怕这件事 是为对方好的 但你的动机 是我自己开心 就比方说 我喜欢你 我给你买了很多东西 或者说在这个事情上 我表面上 我帮你很大的忙 但是我自己很开心 其实我是在满足 我自己的快乐 你需不需要这个东西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也许我送了这礼 你那么不喜欢 但是其实你这个动机 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不要去说我 我为了你做什么 这个味道其实大可不必 我认为 本场是大魔王试炼挑战赛 五位组织主团进行挑战 为什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好像男的得坚强 女的就得在这儿嬰嬰嬰 让个男朋友封锁的给我哭了吗 是高兴的还是 张兰希 妈妈就监督我减肥吧 让我尝一口吧 你闻闻得了 你们连吃带喝的 我这饿半天静闻了 对 所以你叫恶静闻 很多流行词 我觉得也别太当真 比如做自己 真的做自己的话 我连床都不下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大魔王 这个魔王有点太大了吧 我想的时候啊 特别喜欢爬树 我隔壁那阿姨就看不过去了 没有一点女孩样 我就不理解 什么叫女人样 有一个人跟我说 你长得又啊又胖 你这辈子就废了 霍欣说 你这张嘴又臭又毒 不当下水道浪费了 男孩子学习后劲足 聪明 学习还有后劲 这是学上了还是喝上了 不是说我这个性格 是男孩性格 是坚强的品格 被你们说成了男孩性格 所有的美好的品格 不应该分性别 紧张的时刻来到了 本场大魔王试炼赛 最终的结果是